悬赏奖励第二赛季 还值得回顾吗 不用我说 弹幕告诉你 第二赛季悬赏 西部系列武器 抛开最终武器 一共七把 弹道的数 都是烂无虫的数 其中有疗头的 就是它 黄野西部 Hotsteam 武器左键射击 伤害还行 弹道还行 整体还行 武器有特殊的机制 左键射击同时 会给右键控能 向前方喷出 熊熊的火焰 蒸发前方敌对 伤害一般 那到底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h yeah 好小孩 我是小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X Online 第二赛季的 西部牛仔系列武器 然后今天主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 狂野西部 Hotsteam 也就是狂暴西部 热增气 这把武器的话 它机制很简单 就跟原版的 狂暴增气是一样 我们左键射击的同时 能给右键充能 右键充能完毕之后的话 按右键 就能向前方喷出熊熊的火焰 然后这把枪的前面 有个一表盘 这个一表盘 就代表着我们这把枪 右键有多少的能量 然后副武器的话 是一把狂野西部的C96 近战武器是狂野西部的 这么一个兽王同比 副武器和近战武器的话 我可能不会单独 给大家拉出来做机视频 所以说 今天就当做一起用一下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话有僵尸 我们来测一下 这把武器的一个伤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把武器的一个左键伤害 和一个右键伤害 然后这把武器 大家看这个火焰蒸气 它的话是都吃6的 所以说这点也是比较好 我们换个子弹 咔 击 好换完子弹 然后这边有僵尸 我们左键稍微点一下 左键的话大概是 230奥一枪 然后开6的话呢 伤害大概是在 500左右一枪 大概两倍的一个城区 来 剩下还可以看一下 然后右键 右键的话呢 伤害大概是在300左右 OK 烧死我们今天第一僵尸 然后右键的话呢 可以伤害非常的低 伤害并不特别高 但它吃6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把武器开6之后伤害 直接开6 700 800 直接800一只 龙化一只僵尸 来 我们直接来到顶高楼 这是白房顶 不是顶高楼 直接来到白房顶 非常的吓人 非常恐怖 不过这也要多亏了 我们的圣衣好印 没有圣衣好印的话 我们说实话 很容易会被抓 来 打头的话 大概400左右 打一只老母铁 来 左键点一点 把这个右键能量 稍微斩一下 来 又射死一只 来 右键直接开烧 炭烤僵尸 炭烤僵尸 来 左键再定一下 600多漂亮 又带着我们一僵尸 然后这把狂暴蒸气的 狂野西部 Hotesteam 在生化之间中 是15级解锁 本来的话 打算今天给大家 带一期生化之间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把武器的生化之间的表现 但其实15级的话 等级有点偏高 我感觉 有同期的武器可以代替 这把武器并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说直接给大家来玩 这么一个生化英雄模式 来 右键 200 253 254 253 254 255 上来的话 跳跃性也比较大 来 左键稍微点一下 好的 它没有血了 直接拿出我们的狂野西部 C96 最后开我 直接一刀送他上西天 漂亮 玩这种老武器 就需要跟对僵尸进行拉扯 然后今天的话 玩的是72街仓库的一张地图 然后是一个奥巴马房 各位 是奥巴马房 所以说打起来的话 也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只要有点小走位 各位 看到没有 以后千万不要担长开香槟 然后今天的话我选的角色 是这么一个最新出的这么一个角色 它的手膜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手膜是穿了类似于蕾丝 蕾丝丝袜一样的感觉 穿了个蕾丝 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狂野西部 完全不违和你们发现没有 就感觉我们现在啊 是一个女枪手 西部时代的女枪手 你们知道吧 哇 穿这么一个手套 大家有没有看过西部电影 西部电影里面啊 就是这种 对吧 这种穿蕾丝手套 然后呢 其实它是非常厉害的杀手 哎 我们今天就是 僵尸一来 以为我们是个 弱不经分的小女子 其实 我直接掏出我的 C96 哎 不要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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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直接 把对面给暴毙掉 看到僵尸了 我们左键稍微点一下 来 右键烧一下 打一个助攻啊 有生意好印啊 就相当于直接就是没人头了 来 打一个助攻 OK 飘 哇靠 僵尸有点多呀 吓我一跳 我一转过来 怎么发现这个便利都是僵尸 OK 烧死一僵尸 来看能不能再烧一只 能不能再烧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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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又烧不掉了啊 那我们就换个子弹 把这个左键能量 再稍微斩一下啊 用左键啊 就能斩右键这么一个伤害啊 所以说 我们也不用太着急 只要我们子弹 不耗尽 就没有是咱们太有问题 而且我们还捡了一波子弹 然后主战甲的话呢 是158 被弹是300发啊 我们刚刚打架一缩子 哇靠 这阴间复活点 直接开6 我开完6 然后僵尸被队友给秒杀了 真是棒棒 来 左键点一点 跟僵尸拉扯一下 好 右键能量满了 开射 又龙化一只 宝贝 你想跟我玩吗 你也想跟我玩吗 也想跟姐姐玩 啊 nice 这伤害其实还可以 各位说实话 我玩到现在 我就感觉这个伤害 其实在生化英雄里面 也是够用的 不过仅限于打奥巴马 如果除了奥巴马 我感觉 就有点小难受了 打什么胖子牙之类的 血量皮比较厚的僵尸 可能会打起来比较难受 来 左键点一下 好 右键开射 炭烤僵尸 炭烤卤猪 啊 啊 我操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刚才 吓到我了 什么东西啊 我以为这个僵尸开外挂了 好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试一下 这把武器在生化Z中的表现怎么样 怎么房间里面能退完了 我刚到14级各位 我靠 你们知道吗 这个地图我刚建的时候 是有四个玩家在的 我进来打了一把 瞬间全退完了房间 干什么 干什么 是我太强了 还是我太菜了 我他妈这把还在僵尸 玩毛线啊 好的 我又重新又换了个房间啊 今天怎么回事啊 真的一波三折啊 终于是 终于是进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间了 玩家也可以 然后什么也可以 这第一名又退了 你们看 刚才我竟然都是第一名还在的 第一名又退了 我变第一名了 谁疾病 我靠 我去 好吧 随便了 随便了啊 然后这句的话呢 我们首发阵容 我们主武器还是Hotsteam 然后副武器的话呢 是奇幻露言之主箱 可以跟我们主武器 打一个 打一个蒸发反应 然后进展武器的话呢 是丛林一役的狂暴刀 可以来一个击退僵尸 好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找一下这么一个僵尸 来试一下 我们这把武器在生化Z中的表现如何 然后二顶墙那边好像也失变了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忙就完事了 我们今天的话可以稍微忙一点啊 太过拘谨啊 可以忙一点 好有僵尸 来有僵尸 左键大概是100多 跟生化英雄模式这么一个伤害 好像差不了多少啊 可以发现啊 伤害差了多少 我们右键试一下 右键的话呢 大概是200多啊 比起这么一个左键来说 是高了大概一倍左右的一个杀 别赌我 吓死我了 原来是队友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僵尸呢 吓死我了 来我们左键把右键能量斩下 然后开靠僵尸 直接开始 一只 两只 开个五 全部Q 有没有 没有 完蛋 我溜了 没有我就溜了 这个龙岩珠太恶心了啊 没有我就溜了啊 不弹 不弹 我们在这个角落先色色发抖 等一下 哎 有僵尸想抓我 怎么办呢 我幽影 引个身 哎 哎 我从你旁边走过去 你能发现我吗 你发现不了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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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没能量了 卧槽 怎么这么多僵尸 怎么这么多僵尸 队友救我队友 来再烧一只漂亮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换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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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换蛋换蛋 我们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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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补给箱 换个补给箱 补给箱 撒B 他妈在随时上的去啊 快快快 快快 快 好 再买一个 好的 啊 哈哈 你们看好了 大家看好了 我要绣一波 各位 我 我要 我要 我绣他们一波 你看好了 看好了 哈哈 123 木头人 123 木头人 欸 一群笨蛋 哈哈哈 比我耍了團團轉 快走快走快走 補給箱 我們去找個補給箱 我們再撿個補給箱各位 我們再撿個補給箱 雖然說我們這把DPS不高 但我們 哈哈哈 快快快快快 隱身 隱身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視頻的話呢 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狂野西部HOT STEAM 這把武器我個人建議是 可以用 但不是很好用 如果想回顧第二賽季的小伙伴的話呢 我是不是很推薦 你專門去過來這把槍去回顧的 不過它的獲取等級是非常低啊 第二賽季的獲取等級非常低啊 我看兩級還是三級就能解鎖了 所以說這把槍 其實哪一把也不是很虧啊 那我們今天視頻的話呢 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了各位 拜拜